超沙醫師槌高雄市議會第三屆第七次定期會 今天閉幕 面對嚴峻的疫情 本會期議會通過了8.9億的防疫澱付款 希望能夠協助市府落實防疫照顧市民健康 請陳市長務必善用美婚美好 落實防疫工作 不要辜負議會對你的期待 各個局處總動員的來做防疫 但在市政建設也不能停擺 議長曾立彥也期免 市長陳其邁在最後半年的任期 不要辜負市民的託付 立彥提醒陳市長 你和市民約定的任期 即將屆晚 希望在最後半年的時間裡 代理事務團隊 盡速兌現對市民的承諾 以及加速建設的腳步 不要辜負市民朋友 疫情持續延燒 高雄恐怕會面臨到 單日破萬的確診個案 口罩疫苗快篩劑 成為了民眾的日常防疫物資 曾立彥也希望市府要備足所有的醫療量能 保障市民健康安全度過這波疫情 記者李嘉隆 潘文玉 高雄報導